另外第二样的娱乐会是什么呢? 第二样的娱乐会是上年很出名的一部电影就是《天能》 哇,上年我看了《天能》 上年我还记得《天能》那段期间是夏天 大家都很大压力,你还记得那时候 夏天流流,我还要送汗大 然后戴着死人口罩,流汗出来 我去超级市场又要听YUU,是多么大压力 我当然要放松一下去看电影 谁知道原来《天能》是令你更加大压力 我给了120元进去看《天能》 我是完全看不明白 我给120元告诉我自己知道我是没脑的 我超级给120元告诉我自己是没脑 我每天看自己的银行户楼,我都知道自己是没脑 但是我买了一杯进去看 我看到那些人走的时候 完了 我已经很难走 很棒 我剧透一下里面是说什么 因为不怕剧透的,因为这部电影是要剧透了才进去 它里面有点东西说 原来它是可以回头的 有些人就会顺恨 有些人就会回头去以前的 但是它怎么回头呢 它就像到大一样 所有东西都可以回头 那时候我觉得,那些人说很难 那为什么是很难的 我连连走年宵的时候都在出口那里 很容易的 我觉得很难的 那它里面有一件事 就是那些人在疫痕的时候要戴口罩 要戴药气罩 因为它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疫痕的时候 那个呼吸会转转 你便会呼吸不到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试试将来自己的呼吸转转 你一定是呼吸来的 我完全明白 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当它肚饿的时候 我又要收回自己滅滅脑的时候 然后吐个包出来 这个才是唯一一件事 但是去年我都开始在想 我不停地坐在那里看 我真的神经病 我又要回头想 我真的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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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又开始 所有东西都变回转 我将这句话变回来想 原来就是没有脑子你才会叩的 其实这个话并不是很好笑 但我觉得我很聪明 所以我一定会 但是我自己都会想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可以迎行 回去以前 我会跟我自己说些什么 现在这么大压力 可能他自己本身也很大压力 所以如果我见到他的话 我一定会跟他说 我才会说 长州分客人数 мед度 轻心大那大 我感觉我们两人会 诶…我不知道你所说的 就很棒 我只喜欢这些 啦